太累了,所以你直接按一个执行,全部乱玩 那我们来看一下乱玩的结果,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刚刚好,1240,没错 可是呢,这个程式还差了一点点 差什么呢?刚刚我们要编号要3码 那你想说3码的话呢 那在程式里面呢,要怎么样做一个格式化 刚刚格式化,画面记录一下 看一下这边 刚刚讲到就是那个格式化,在那个函数里面有个TES DXD,我们可以把结果格式化成3码 再丢给什么呢?丢给前面的储存格去显示 可是呢,现在你如果用TES,很抱歉 VBA它的格式化不是用TES 那个TES是在Excel的函数里面使用 所以很多同学搞不清楚函数跟VBA 虽然名称很多一样 可是不见得全部都一样 部分一样 比如说前面我们用到那个MID 在那个函数跟在VBA名称是一样的 用法也几乎一样 可是呢,这个地方你如果打一个TES 应该就会出错了 为什么?因为它不认得 不认得这个东西 那你用哪一个?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另外一个 它叫做Format Format 那用法其实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 Format刮胡之后的话呢 后面呢,也是给它指 逗点之后 你会发现如果你打个逗点 它后面会给你其他参数的 提示的话,表示你是打对的 那这边后面就是Format Format就是什么呢? 000 再一个,这样子 刮胡 OK之后的话呢,你把游标移开 Format的F会自动帮我改大型 那表示这个Format这个函数是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那不会更改 好了之后的话呢,我们来试试看哦 刚刚的这个编号,我把它先清掉一下 清掉之后呢,我们再执行一次 各位可以看 现在编号呢,就会按照我的需求 得到我要的结果 OK,那这边的话呢,利用这个 之前我们教过各位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直接快速的产生这个流水号2 那当然最后呢,你也可以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 这个圆角矩形 假如你这地方再增加一个按钮 上面点一下 再给它一个名称 最后指定聚齐 流水号2 直接这边 直接点下去 也会自动产生 OK 那这样你可以再增加一个什么 清除 清除编号 再一个流水号 自动就会有结果出来 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程式非常短 就短短的试行 好,我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了 好 好